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今天我们要来探索一下 到底AI 当它变成了 就是一般的标准工具之后 怎么样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包括老师的教学 或者是您的 生活里面 因为其实 AI 从去年底,就是我们确实GT 一直到现在 也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好快一年的时间 所以 老师应该要慢慢发觉到 没几乎 很多的软体 很多的名单 现在都发生 AI当作是一种 标准配备的,对不对 就跟我们以前大家,刚开始手机 大家要印象比较,谁的画素比较高 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差不多之后就比功能了 那我们现在AI也会进入这样的概念 所以呢,其实有好多地方,尤其像我刚讲的 Canva 又把AI的功能 带进来很多 那我们呢 来看一下 在这边 对了 这个上个月的我放在这边,对不对 老师您可以 看一下 其实 像我的那个影片 上课的影片 我都有帮各位加上AI字幕 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那个录音影片的部分 好,我们看 那这个也是其实AI在 出来之后啊,其实很重要的 来看我把眼镜来 或者甚至有些时候他可能 声音不用听没关系 但是有看到下面有字幕了,对不对 所以我都还蛮认真的 那 重点呢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什么 我也没有那么空 熟字吧,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AI帮帮忙 找他帮忙 让我们的这个 就是轻松一点 因为有了AI的辨识之后 其实他的正确率有高达90% 过的 少 那对我们来讲就有帮助 当然你要百分之百正确 连我们自己都没办法 对不对 因为我们自己打这个又怎么打错 所以说 降低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有帮助 所以大部分时间允许我都会加上去 然后不可免除的,我的第二页我们还是 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那这个我们上次体验过了 就是要 把自己照片卡通化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啊,如果你 上一次没跟上的,没关系 就上一次简报里面有 那你有录影片 好,那这也是我的一些基本的介绍 所以老师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上我的课程 没关系,你可以从这边 找到多的相关资料 那当然我们上次有介绍一个在教育协长 比较适合用 这个Chair的GPT 是不是叫Chair的 Everywhere 到哪里都可以聊天的 好,那 这个方式呢,对大家来说相对 比较容易使用 因为他不需要注册 只要打开浏览器就可以用 第二个有中文界面 第三个,资料只会留在那一台方式上 他没有上传到你 好,除非你自己把它共享出去 不然的话他资料就是留在那一台电脑 那这个对 老师在使用上就相对方便了 所以这个是老师可以注意一下 老师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如果单独呢,你想要再试看看的 就自己再打开这个网页 你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这样,他的使用界面都跟我们的 这个Chair的GPT基本上是一样的 好,那 我们正式进行,就来看一下 其实 老师上次有参加过之后 应该有发现就是我们的 Chair的GPT 应该是郭宇文特别厉害,对不对 曾博成,老师有看过一次千金吗 他是叫做郭宇文小天使 我们Chair的GPT是郭宇文的大魔王 因为他有很多的想象力 那我才可以 让我们创造很多东西 所以呢 第一篇,我们再来体验一下 那这个呢 是我二月份写的文章 那时候当时是用这个Chair的GPT写的 但是其实 你现在用Chair的Everywhere也都一样 反正 现在包括了Google的 Bar 还有微软的Beam 现在就有三个 就是除了对岸的以外 对岸的,因为我们这边用不方便嘛 再加上一些限制 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用的就三大 这个AI的系统 那么这三大系统老实讲 如果以创造性来讲的话 还是Chair的GPT 我在使用上 觉得说相对会比较 有创意 但是有创意就代表 资料错误性比较高 所以如果您要资料 正确性比较高的 其实用Google Bar或者是微软的Beam 相对来讲 会 正确性高一些 尤其是 在一些即时资料的查检上 因为 除了Chair的GPT付费的版本以外 基本上 他们两个都可以查到即时网络上的资料 那我们Chair的GPT目前免费的是只得到2021.9个月份 所以这个是他目前稍微比较 就是在正确性的这个部分 稍微比较不是那么 OK的地方 所以这个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那您可以看到就是 我这边呢 做了一个叫做惠顾两币星道冒险的 这种AI的故事创作 好那 因为 其实说真的 现在很多书籍啊 很多也会用什么 尤其是小说类的 好那可能就用AI帮忙 做这些 所谓的故事的发展 然后 作者呢再去做一些调整 微调啊或者是说 这个改变 像我们在这篇文章里面 首先第1个当然 如果你是用Chair的GPT 你一定要会 请他做一件事情 叫做什么 叫做用中文回答 对不对 好就是 这个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用Chair的GPT 那这个部分 就可以稍微省略一下 因为他可以直接指定 这是第1个 第2个呢你看 如果你真的 我不太知道说 我这个故事要怎么写 那你可以像这样子跟他讲 可不可以请你帮我 准备一个故事大咖 我们就把你的主题告诉他 让他就会帮你 开始 做这样子的一个描述 好那 那他智商是像这样子 那么今天呢 如果说 如果您觉得 或者是我们Chair的GPT会 也会这样做 万一 回答到一半 他忽然 停止呼吸了 因为有时候流量太大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你就记得请他继续 请他继续完成 你就写请继续或者是完整点写 写出来 这样子他就会 未完成的工作再帮他继续完成 不过说真的是有时候确实 尤其是流量大的时候这种情况 就比较容易发生 这些老师又是免费的 这个方案 不管是我们的 Chair的GP 还是我们的Chair的OV会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然后呢 如果你对于他的 内容 因为我们上 是有跟各位提到 其实 你要在跟AI做问答的过程 其实就是 学会讨户问题 怎么跟他沟通 当做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呢你对于他的角色 如果不满意的时候 你要会告诉他 比如说他刚刚 给我的里面有一个叫有先人的儿子 那这个角色我不满意 我请他把我换成青蛙王子 他就可以整个故事又重复 改变一下 他的 这个脑筋动的都比我们快很多 所以呢 您可以跟他怎么样 透过这样的一问一答 然后呢 就可以取得更多的 那当然 因为像这种 黄化改编 其实很多会 多个不同的故事就融合在一起 所以呢 你看我们也可以 有灰姑娘 再加上 小红号 大鱼狼 那这样整个故事又更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如果在用TradeGPT的时候啊 其实 主要就是透过跟他的一个这样的互动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取得 就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个创作 这样老师大概了解 所以 这个部分呢 也刚好 稍微让大家再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 Share Everywhere 在使用的一个状况 那实际上 就是 真的把它当人来看啊 你也不用说什么 我特别练习 对不对 当然有一些所谓的 仪式 这个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好像我们去看别人的家座 一样 对不对 有些人 这个文笔就特别厉害啊 我们就去学习它一下 那么 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跟AI做对话 就相对容易 好 那 首先我们就来 看一下 这个图片生成的部分 其实图片生成应该是 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喔 算是很多人喜欢玩的 嗯 好